中院官员9号向日本媒体的记者表示 钓鱼岛于1972年作为冲绳线的一部分 被美方归还给日本 并一直处于日方行政控制之下 所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 对此中国外交部班人刘卫明表示 二战后美日拿钓鱼岛私乡授受 是非法和无效的